这就是美国人惯用的伎俩 一旦有竞争对手威胁到美国的科技霸权 美国人就会千方百计地进行打压 这些年来 中国为全球科技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尤其是华为公司推出的5G技术 已在全球范围内实现领先 由于5G技术对人工智能以及物联网有着很大的推动 美国人担心华为能建立起一套底层科技创新平台 为此千方百计地打压中国高端科技产业 2022年8月份 美国推出了芯片法案 该法案将促进美国对半导体的研究、开发和生产 并确保美国保持和提升其科技优势 美国人之所以要推出芯片法案 一方面是为了提升自身在美国芯片产业里的话语权 另一面则是为了对中国高科技产业进行围堵 美国推出芯片法案 是美国优先的霸权主义表现 有利于美国为更多国际合作与谈判的筹码 勾建所谓的芯片四方联盟 拉拢韩国、日本等国家加入到自己的队伍中 美国通过拉拢小圈子的做法 强化自己及盟友对半导体高端创新要素的控制 近年来 美国一直在强化对华科技出口管制 限制在中国对美科技投资 推动关键科技供应链去中国化 美国为了一己私利 违背自由竞争原则 强行要求芯片跨国企业在中国市场和美国补贴间二选一 这将给全球芯片产业经贸往来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细节方面 美国芯片法案计划为美国半导体产业提供高达527亿美元的政府补贴 邀请台积电、三星电子等知名半导体公司赴美建厂 当然了 这些半导体公司想在美国那边拿到高额补贴 也不见得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美国商务部要求申请补贴的企业交出工厂详细经营信息的关键文件 包括预期现金流等获利指标 以及产能、产能利用率、芯片粮率和首年投产售价等商业机密 若实际营收数字大幅超过预测 则必须返还一部分利润 不得投资中国 不得与中国合作开发或转让技术 十年内不能扩大在中国原有生产设施 这一条细则完全彰显了美国人的流氓气质 很多网友到今天还认为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很落后 其实不然在芯片制造、材料和设备等方面 美国的技术相对滞后于其他国家 例如美国在光刻机技术方面落后于荷兰、日本等国家 但在芯片设计领域 美国企业在芯片设计方面在全球领先 随着全球半导体市场的竞争加剧 美国的半导体产业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所以美国人现在急了 让全球知名半导体公司前往美国建厂 根据外媒的爆料 美国大举兴建晶圆厂 计划在十年内投资2000亿美元 目前包括英特尔、三星代工厂、台积电和德州仪器 在内的多家公司正在美国建设和装备新的晶圆厂 在美国建立新晶圆厂的兴趣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CHIPS和科学法案的催化 还是咱们中国那句话说得好啊 叫非我足类、其心必疑 美国此前出台的芯片法案 对于美国内部的企业来说 接受这份芯片法案实际上起到了补贴自己的作用 但对于台积电和韩国一众半导体公司公司来说 这些公司现在十分不情愿加大对美国半导体市场的投入 因为他们感觉自己被美国人给甩了 按照此前媒体的说法 台积电投资了近400亿美元在美国建设工厂 致力于研发高精尖芯片产品 将芯片的精度从5纳米提升到3纳米 在美国建设工厂 台积电能够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生产产能 每年能够获得60万片晶圆芯片产品 美国是承诺给予台积电丰厚的补贴 但台积电要想全了拿到这些补贴 却要承担美国开出的各种苛刻条件 为此 台积电的刘德因就表示 无法接受部分条件限制 强调会持续与美国政府沟通 避免台湾厂商受到负面影响 此外 韩国方面也对此表示不满 韩国贸易部长认为 补贴附加条件涵盖太过广泛 赴美投资给韩国企业带来不确定性 韩国芯片制造商SK海利市执行掌嫖 郑浩泽对是否会申请补贴与带模糊 称申请程序复杂且条件要求广泛 正在计划该如何进行 禁止在中国或其他相关国家 对半导体制造业进行某些实质性扩张 这些限制将适用于任何新设施 除非该设施主要为该国市场生产传统半导体 当然已有的制造传统半导体的设施不受影响 这些限制将在受到财政援助后的十年内适用 以确保半导体制造商将下一个周期的投资重点 放在美国和伙伴国家 就是这么一条新贵 让台积电和韩国一众半导体公司无法接受 因为这些公司的高层也不少 美国人自己的微软、高通以及英伟达等科技公司 他们均想扩大在中国市场上的业务 凭什么要求台积电和韩国一众半导体公司 对庞大的中国市场视而不见呢 对于不能投资中国半导体的问题 此前台积电刘德因也从侧面进行了回应 刘德因表示 我想台湾的半导体真的要努力提升 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半导体 在世界的地缘政治紧张之下 有稳定的作用 刘德因当天举例称 中美两国的竞争中有许多冲突 不只有半导体 还有其他部分 但双方都认为不能没有台积电 所以都会有相当多的考虑 美国人比尔盖茨之前就说过 美国是永远无法阻击中国芯片的强大 对于这一观点 冲公子也是十分认可的 美国人所推出的芯片法案 一方面美国确实有效地打击了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发展 另一方面则是逼着中国不得不从根源上撼动美国的领先优势 事实上 美国芯片与科学法的柯克规定 正是美国优先的必然产物 也是美国政府的阳谋 首先利用美国的影响力 抢过他国企业去美国建厂 等到投资到位后 再设定种种柯克条款来限制这些半导体公司 然而让美国人没有想到的是 台积电也并不是软世子 根据刘德因此前的一些言论来看 台积电对于赴美建厂的事感到了深深的失望 搞不好 台积电也有反水的迹象 近日 台积电宣布开始两纳米技术域生产 潜在客户包括苹果和英伟达等知名手机 显卡厂商 而同期 国内半导体代工巨头中芯国际 却在官网上下架14纳米工艺介绍 仅保留28纳米及以下工艺 这两件事凸显出台积电与中芯 在芯片工艺及产能上的差距逐渐加大 台积电已开始量产3纳米芯片 并为苹果A17芯片提供支持 2纳米技术研发连续多年取得进展 近期开始预生产 而中芯国际目前仅能量产28纳米芯片 14纳米工艺也遇到技术瓶颈 中芯下架14纳米工艺说明 该工艺无法满足现在产品需求 虽然在2018年成功研发 但规模产能有限 与其他代工厂的14纳米芯片相比 仍存在差距 目前中芯国际采取稳定基本盘的策略 专注28纳米产能 积累资金与技术积电 7纳米或更先进节点的工艺 仍有待实现突破 虽然外媒认为两者差距进一步拉大 但中芯还有望通过突破7纳米工艺 改变局面 如果帮助华为升级麒麟芯片 有助于改善目前局面 总的来说 台积电2纳米芯片研发进展稳步 中芯国际14纳米工艺面临技术瓶颈 中芯下架14纳米 说明国内芯片差距仍存在 但通过7纳米突破赞或有助改善 正是因此 在台积电 三星 英特尔纷纷聚焦先进制程之际 中芯国际等国内代工企业 则反其道而行 在近两年时间里 先后四次扩大成熟工艺产能 累计投资超过了1700亿元 在北京 上海 天津等多的都新建了芯片工厂 虽然这一度引起了很多网友的质疑 但从目前的结果来看 国内市场聚焦成熟芯片制程的决定 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据公开资料显示 在今年上半年 国内进口芯片的数量约为2800亿克 较去年同期减少了约290亿克 进口比例下降幅度高达11.4% 而截至9月份 国内市场砍单的进口芯片数量 已经超过了600亿克 由此不难看出 国产芯片的产能和自己率都在不断提升 对美新的进口依赖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更关键的是 经历了此次卡脖子之痛后 很多国内科技企业都认清了形势 纷纷开始把可控芯片放在本土 例如射频芯片 电源管理芯片 车载芯片等等 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国内芯片产业链的全面发展 上海集成电路前不久已经官选 14纳米制成工艺已实现量产 国产90纳米光刻机 国产CPU 5G芯片也均取得了巨大突破 而就在近日 国产芯片再次传出了好消息 封装巨头长电科技成功机身全球前三 上半年营售达到了155.93亿元 同比增长了16.74% 另外 全球排名前10的先进封装企业 其中有8家都来自中国 由上海微电子自研的先进封装光刻机 也早已实现了交付 要知道 近些年小心片 心力 芯片堆叠等技术正在逐渐成为主流趋势 而封装工艺就是支撑起这些技术的基础 这传递出了一个信号 那就是国产芯片正在加速站稳中低端市场 而这也是我们迈向高端市场的必经之路 反观台积电 虽然手握80余台EU微光刻机 但自2022年以来 先进制程就出现了产能过剩 由于AMD 英伟达等客户纷纷砍单 这导致台积电7纳米 6纳米等先进制程利用率大幅下滑 面对这种情况 台积电为了减少运营成本 已被迫关闭了部分EU微光刻机 而就在近期 台积电又暂停了正在高雄建设的一座7纳米工厂 并宣布将投资扩大28纳米产能 很显然 一直在大力扩产先进制程的台积电 如今也开始回头了 从全球芯片市场消费情况来看 台积电此举无疑是明智的 如今用到先进制程工艺的智能手机行业正遭遇寒冬 而28纳米等成熟制程却仍然火爆 被广泛应用于5G基站、超级计算机、汽车、医疗设备等诸多前沿领域 尤其是新能源汽车行业 所用到的芯片品类达到了上百种 前景可谓是一片光明 而请 近日有消息传出 在四开海力士、三星、台积电、英特尔均已得到了老美的暂时货美 在不获取个别许可的情况下 可以向中国分厂供应所需的半导体设备或元器件 有效期为一年 台积电选择回头扩大成熟工艺产能 或许正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在大陆市场分一杯羹 提高自己的份额占比 但理想很丰满 现实却很骨感 虽然台积电如今已认识到了扩大成熟制程的重要性 并做出了行动 可却未必能得到他想要的结果 对此 西方主流媒体更是一直认为 台积电布局的太晚了